好,大家早晨 昨天美股繼續報升 我們看看港股的形勢 收市時,大戶主動買股比率是52比48,表現一般 而資金淨主動買入更顯著縮減到32億多 整體大市的成交減弱了 我們留意到過去19個交易日 每個交易日都是錄得資金淨主動買入 顯示在低位大戶買家的主動買盤都算是頗積極的 這樣的情況就是利好中期後市 收市時,各大的主要市場指數 我們看恆生指數,國企指數,紅丑指數 這個表可以看到少少東西出來 在最高峰時,你看看三個指數的升幅 是半個巴仙,多過半個巴仙 明顯低過半個巴仙 跌的時候,恆生指數跌72點 國企指數跌很少,13點 而紅丑指數跌得多,是多過1個巴仙 根據這樣的理論題,即是說昨天 藍籌、國企、紅丑之中 以國企股的相對表現是最好 而紅丑是最差的 我們剛剛才看到紅丑股在前日上發力 去到昨天,你看看BBI 差了很多,跌下來,低過50 而維持的升勢,都依然是藍籌和國企 值得指出的是,中期好淡指標 除了紅丑之外,全部都是高過50 短期也是,有利市況暫時是2升,難跌 紅丑指數 基本上都是反覆橫行 但是看指標方面,一般 MACD、STC %K、武力升穿%D 都是一般的 就怕保力加通道中續支持失守 而昨天的紅丑指數 或全名是恆生香港中資企業指數 以成交金額來計算 最多的兩隻,中國移動和中芯國際 就是令指數跌得最多的股票 分別拖低指數7點和6.4,加上13點幾 而整個指數都是全日跌了29點幾 另外需要留意的就是中海油 以及中國聯通 這些都是比較上的股票 對指數有大的影響力 拖低指數 中國移動 我們在45.2 一路上升到最高位是63.75 然後一路下降 當然,現在美股好點 今天有可能反彈一點 但預期還是下跌動力會較大的 因為UGA已經把短期阻力位下壓到前日的高位 我們為了審慎起見 應該預計一下 究竟它會跌到什麼位 我和大家計算 45.2 升到上63.75 如果0.382 是56.2 0.5倍的調整標 是54.2 0.618倍是52.2 另一隻 中芯國際 中芯國際 由於升浪維持了一段長時間 我們就由這個位置開始量度 先是13.92 當然,如果跌到過了 13.92都穿了 我們就要由這裏 11.18開始量度 先浪日是經過20.07 一開始談花一言 然後倒水地下 然後反彈 我們將19.92 20.07 輸入的Excel 的Worksheet 上得到的 由於跌得急 我們就看 17.31 16.51 15.52 最後 看看現在最新的 美子期貨的表現 是2959.38 比昨日香港時間4點的2930.62 升了28.76 依此計算 恆生指數的合理值 現在是24607附近 即是預計開始升207點 就合理了 今天分析到這裏為止 多謝各位